有朋友想反向操作 SARK或者SQQQ現價可不可以進入呢? 聽不到 他就問你想反向操作 SARK或者SQQQ可不可以進入呢? SARK我相信就是 瀑頭者那隻基金的反向ETF 沒錯 SQQ就是三倍共甲的 納子的反向ETF 好 那SQQQ呢 其實沒有說做不做得的 當你純粹是拿來做一個對沖的用途的話 那你就拿來做Hedging去做SQQQ 那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唯獨提醒就是說 SQQQ是屬於一個只可以投機息 或者短期對沖的用途 萬一失敗了長渣的話 其實我都軟轉地提一提 如果你長渣的後果 你想知道終結後果是怎樣的話 你就開回SQQQ的五年圖看 比如說不斷合股之前 因為折入了1000元或者500元的價格 現在跌到50元的情況 你就知道長渣SQQQ的結果是什麼 也就是說也都好像tricky的 半開玩笑說一句 如果你想將SQQQ對回TQQ 你就知道其實這隻反向對沖的產品 其實長期來說是趨於毀滅的 它只不過在短浪裡面可能會有三下的升幅 基於三個共的關係 並且在納子O4來說是長期上升 或者始終是高位牛期的關係 到最後在磨日價或者磨時價的情況之下 最後這隻SQQQ都是歸於虛蒙的 所以我們就是說如果拿這些產品 竟然是想著長渣的話 其實是犯了天下第一大忌 這件事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你別以為這個常識很多人都知道 始終股民來說 他有自己的事業 他未必是對於投資這麼深究的 不知道有什麼出奇呢 所以這件事我每一次去講SQQ 我都會很凝重地 給所有投資者的 好了 至於就說SARK 其實因為我承認這隻產品 我沒有做過 我只知道它是 因為我聽過名字 就知道它是一個反向產品 就是反向木投資的那隻基金 但是我覺得 唯獨要留意那隻SARK 究竟它是單一沒有槓桿 還是有槓桿的 如果你又說原來它跟SQQ一樣 都是兩倍三倍槓桿的話 那我覺得你也是純粹做一個 短期投機的用途 其實來說就會很照照 最後說一句 其實如果是稍為適用期權操作的話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木投者的基金 你是拿它的期權來做 其實我覺得比較好 相對來說 其實其他一些暴力跌的科技股 坦實而言 木投者這一段的基金 跌的又跌得比那些 是所謂就算是單一科技股 但是它的隱身波幅 就遠跌於其他跌倒的科技股 例如Let's say 打個比例 它現在的IV 我之前有看過的 大概五十多IV左右 但是有些是跌爆了 美股其實它的IV 去到超過一百 但是那個跌幅 大家都相同的 如果根據大家的跌幅相同 但是隱身波幅較低 那個做Longput有好處 那當然是 到木投者的基金 買跌的Longput 這個 那個共鋼度和公平性 會更加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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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